好同学那我刚刚呢就是大概介绍了这个 ARGBRA到底在做什么事 那同学可能也不太清楚 我刚刚在介绍的这个内容 没有关系 我们就按照这个步骤来 那我们就去下载这个软体安装 然后老师呢一堂一堂课来 再教你做一些课件的元件 那你把这些元件收集起来 记得哦 很多大学教授很喜欢这样的软体哦 做成的这个素材哦 所以你把它做好来 把它放起来 然后呢 等到高三去推增申请的时候 带着这个展示给教授看 教授一定会觉得 哇你真是人才呀 对不对 好OK 那我现在就来 在网路上呢 它的版本非常非常多 但是这个版本是老师提供的 因为这个版本有个好处 虽然它不是最新版 但是它不会让你的电脑啊 就是荡荡的 会当机这个样子 因为有些新版不是很稳定 好那这个稍微是5.0.224版 好那同学 请你把这个影片按暂停 然后照着我这个打 https 然后两点 冒号 goo.gl1撇 注意这个大小写 yp小写 大写的s 再来小写的tji 好去把这个输进去 输在哪里呢 我现在用复制的 那同学你把影片按暂停 或是你用手机拍照下来 请你把这个贴到这个网址上 你用这个Chrome去开 贴到网址上贴上去 然后呢 它就会有一个 ggb windows 这个安装的压 你看5.0.424 这个压缩档 所以你要这里呢 按下载 下载它会先稍微少一下读 因为这个google它现在都会有这个扫读的服务 扫完读之后你就按下 我们通常会在这里下载 或是你下载的桌面也可以 我们干脆下载的桌面好了 按存档 好那它就你看它就开始下载了 开始跑跑跑跑跑 那它的档案其实不是很大哦 所以一下就跑好了 你看 现在已经几乎快完成了 对几乎快完成 好了之后你看已经完成了 大概50MbE然后按这里按在资料夹中显示 在资料夹中显示 我把它放大 在这里你看就安装在桌面上 你按右键 这边有个解压缩 7.7解压缩 去解压缩致尺 或是解压缩到这个资料夹里面 好就解压缩到这个资料夹里面 好它就解压缩完毕 在这里你看 对不对在这里 好解压缩完毕了 好解压缩完毕 在这里点两下进去 还没完我刚刚只是从云端硬碟 把它下载下来解压缩 这个是一个安装执行档 点两下 它开始问你是不是呢 要安装在这个装置上 然后我们当然按是 然后呢就开始选 这里就是 这个繁体中文按下一步 就开始一直按下一步 下一步下一步 好下一步你看 按我接受 然后请你全部安装 这里选全部安装 把所有元件都装起来 因为它其实档案并不大 好按下一步 好然后呢这里 我几乎不会去动 那个目标夹的位置 好就不要动了 按下一步 好它就说 这个你要取名叫 举Argebra 5对不对 好没有关系 好要不要给谁使用 我们就是for all users 就是这一台电脑的所有的使用者 按下一步 好那它就开始怎么样 再问你 是不是要建立这个 这个什么 捷径啊等等 然后还要不要接工作列 的工作工具列呢 好那没关系 你就都打勾按下一步 然后就开始的安装 然后就开始装 装好了呢 我们就可以来体验一下 Argebra的无穷魅力咯